娱乐低眼八卦新看点 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娱乐低眼 她是歌坛玉女 为何饱受非议 她本天分超群 为何两次退隐 她已年近半百 却未婚未雨 二十几岁的一段恋情 骤然爆发的一件大案 到底与她的人生发生怎样的牵连 今天要我们走进这位田歌王后杨玉莹 揭开她的神秘面纱 1971年5月 江西南昌石岗镇 一个小女婴呱呱坠地 母亲崇永红把自己的心愿寄托在了女儿的名字里 给她取名杨岗莉 把石岗镇建设得更美丽 不久这个为家乡建设奋斗着的普通家庭 迎来一场灾难 小岗莉的父亲突然去世了 坚强的崇永红一先挑起了家庭重担 既要照顾老人又要照顾两个未成年的孩子 辛苦可想而知 但是熊永红不仅容貌秀丽 而且性格乐观 从没有深陷生活的泥造 做音乐教室的她 常常在防茫的劳作中 直起腰来轻哼歌曲 更会给孩子们唱晚安歌谣 小岗莉在母亲的怀抱中 接受了最初的音乐启蒙 在母亲奶奶和姐姐的呵护下 小岗莉健康快乐地成长 她机灵漂亮 嗓音甜美 并且非常乐观活泼 每天爬树下河去淘气 最开心的就是有好吃的 这个爱吃的女孩直到现在还在讲 对春节最快乐的印象就是好吃的太多 她不知道她的一生都不会缺少美食 按上身界的话来说 小岗莉唱歌那属于祖师爷赏饭吃 她的音乐才华从小就难以被遮掩 五岁那年街道举办六一活动 小岗莉一首歌唱壁 马上成了街道名人 声音甜旋利准 台风大方自由 被叔叔阿姨们交口称赞 为了让这颗好苗苗能发挥特长 助力文艺会演 街道办幼儿园免费让杨岗莉就读 而且一下发给了她好几套漂亮的衣服 女儿广受认可 熊永宏非常高兴 这位母亲全力支持女儿 特意在少年宫给她报了舞蹈班和声乐班 为了支付额外的费用 熊永宏开始发展副业 编织羊毛衫 在繁重的工作和家务之余 实在没有太多时间可以挤压 她便果断减少了睡眠时间 常常一天只睡三四个小时 起初年幼的港历不懂得好好学习 甚至常常逃课 得知消息熊永宏流下泪来 想起妈妈日夜操劳 周末送自己上课的良苦用心 小港力聪明的小脑袋 幡然醒悟 下决心做一个让妈妈省心的好孩子 天分加上勤奋 就是成功的保障 15岁杨玉莹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了南昌师范学院艺术班 毕业后顺利进入了江西歌舞团 走上了音乐道路 在江西歌舞团杨玉莹如一颗闪闪发光的珍珠 她被一位老师看中邀请她到广州发展 放弃平静的生活去陌生的城市闯荡 那时候的心情杨玉莹形容为紧张迷茫又勇敢坚定 她的内心深处也期待着寻找一片新天地 让自己展翅飞翔 刚到广州杨岗玉只能在酒吧住场 在这里她认识了同为追梦人的毛宁 很快出色的良人被广州新时代影音公司发现 签约为旗下歌手 1991年杨岗玉发行第一张个人专辑 小范围内得到了好评 被称为甜歌妹子 随后她改名杨玉莹 评一首《我不想说》唱红了全国 常与毛宁搭档演出 成为了银屏上的金童玉女 杨玉莹的红是一代人的记忆 1992年公司为了把这颗明珠推到众人面前 把它安排上让是最火的节目旋转舞台 镜头前一亮相呢 杨玉莹的容貌就燕金四座 长发飘飘软若仙子 她甜美的嗓音把一首《风寒情水寒笑》演绎到极致 一双弯弯笑眼追到无数歌迷 那一年她的专辑销量突破了100万 创下国内艺人年度专辑销量记录 至今无人打破 1995年她登上了央视春晚舞台 一首轻轻地告诉你家喻户晓 与此同时 她与毛宁的感情也被人们关注 据说毛宁确实追求过她 但被拒绝了 因为杨玉莹遇到了自己人生的结束 赖文峰 大多数人对这个名字一定不陌生 那时候赖昌新还是知名港商 年仅22岁的侄子赖文峰 出任香港远华公司总经理 年少的赖文峰长相颇有些书生气 她对杨玉莹亲目已久 1994年机会来了 杨玉莹受邀到了厦门演出 心上人到了自己的地盘 赖文峰怎么会放过机会 这位不差钱的公子哥 组织了一大群人和奔驰车队浩浩荡荡地去接机 让旅途疲惫的杨玉莹倍感温暖 从此两个人成为了好朋友 两个年轻人聊得来也能玩到一起 成为台下不为人知的金童玉女 杨玉莹单纯明镜 她并不参与赖文峰的工作 甚至连自己的工作也想放弃 曾在1997年宣布淡初歌坛 一心只铺在了这段感情上 参与走资的赖文峰也在杨玉莹这里 找到自己生活中缺失的简单纯粹 和杨玉莹在一起的时候 他们总是浪漫失忆 两个人最常去的地方是乡下 逃离城市的车水马龙来到田江地头 来到田间地头 他们常常停下来买一位老爷爷的羊奶 把新鲜的羊奶放到小锅里加热 再撒点芝麻粉一人一碗咕嘟咕嘟喝干净 然后摸摸嘴斜手走在田间小路上 谈天说地有情蜜意 他们谈到婚姻她想成为她时尚又传统的太太 如果不是后来的问题 也许他们可以岁月静好 成就了一段圆满姻缘 也许真的可以如杨玉莹期待的那样 生下三个孩子 坐满汽车后排座位 可惜生活没有如果 1999年轰动全国的远华走私案浮出水面 赖文峰逃到了国外 后被公安机关抓捕归案 这段恋情也随之曝光成为街头巷尾 茶余饭后的谈资 要说这段感情杨玉莹有多认真 她自己说 是藏在灵魂深处的一段感情 为什么要深藏 因为藏得越深 回忆越久 对这段感情杨玉莹从没有后悔过 虽然她的人生完全被这短短几年改写了 赖文峰呢 又与她的明星前女友杨玉莹 频繁见诸爆端 饱受失恋之苦后 又要接受舆论和公众的攻击 人们传言她与赖文峰 定立了三年包养合同 传言赖文峰用赃款给她建红楼 金屋藏胶 传言赖文峰为她购置百万红色宝石结作假 甚至传言她为赖文峰数次堕胎 在有些人眼里 杨玉莹过分的美好显得不真实 终于逮到了机会 似乎毁得越彻底 才越能把她拉下神坛 靠近造谣者的粗鄙龌龌 作为建国后第一经济大案 与其相关的花边新闻满天飞 杨玉莹无力辩解 这对她来说只是一段无异于常人的恋爱 是她最宝贵美好的初恋 而且在案发前 她们已经和平分手了 可是任何解释都无济于事 她的话被舆论的大风大浪掩没 因为牵涉丑闻 杨玉莹夜间变成了桃色新闻女主角 变成了祸害人世间的妖女 不久昔日 好友毛宁也陷入了人生低谷 2000年毛宁遭刺伤后并抢劫 饱受攻击后 黯然淡出了歌坛 不过毛宁一直劝杨玉莹 妹子出来唱吧 2002年杨玉莹举办了自己的演唱会 许久不露面的好友毛宁也来了 两人在台上相拥对唱 希望能把岁月的无情游碎在旋律中 然而人们太愿意相信刺激的故事 拒绝面对真实的杨玉莹 暗尽对她名誉和事业的打击 一直持续 无奈之下杨玉莹再次选择成绩 长久地离开了公众的事业 这一别就是十年 十年后在歌迷朋友坚持不懈的呼唤下 杨玉莹又回到了舞台 她在湖南综艺节目偶像来了 一亮相呢便引起了无数人的关注 人们发现年过四十的杨玉莹 脸上近人是甜甜的少女感 一双笑眼含起默默 嗓音甜美 神色温柔 甚至黑长直的发型和雅致的穿衣风格都没变 不复往昔的只是经历风雨后的心境 在出现在镜头面前 杨玉莹常常被换作小名港港 自从远华案后 杨玉莹更多的以小名示人 像是希望观众能把她与过去的印象进行一种分割 也像是宣告她已经不再介意回归最真实的自我 面对曾经的波澜 杨玉莹在任何场合都目光坚定地表示 那是一段认真的恋爱很美好 同时呢也会说 但那只是一段普通的恋爱 没有传闻中那些事情 面对曾编排打击她的小报 那些无端的诽谤 杨玉莹用了这样一个比喻来表达自己的感受 这就像是一个孩子被她最信赖的母亲 没有搞清楚原因就责怪了 她能怎么样 只能说呢 妈妈你错怪我了 她把遭遇的恶意比喻为母亲的错怪 可叹她如此善良 这般美好却终被时光辜负 这份善良是很多人喜欢杨玉莹的原因 亦有喜欢自己的姐姐妹妹女儿 一段恋情勿终身 杨玉莹曾期待过的日子终究未能实现 值得庆幸的是观众期待的杨玉莹 依然呢 隐隐如玉处处动人 在处罚她像是变回了曾经的那个小女孩 站在那里等人轻唤一声 杠杠来唱首歌吧 好了 今天的娱乐第一眼就先播送到这里 有喜欢我们的朋友 请记得点击右下角 订阅我们的频道哦 拜拜 明天见 明天见